好,那我们接着再看 来同学们看 这一篇文章跟上一篇就不一样了 它的中心明确的提出了想干一件什么事 写苏世的人生 他明确提出了这个文章 他的中心内容是跟苏世有关的 我相信这位同学 一,平时他的文学功底很深厚 二,应该是从个人情感上来 他非常喜欢苏世 这也是小方老师平时跟同学们说的 你要挑选一位历史文化名人 然后充分的了解他 那么这样一位历史文化名人 其实可以用到很多的题目当中 你是选苏世呢 司马迁呢 鲁迅呢 孔子呢 选谁都行 你选一个你喜欢的 那么这个人他的经历 他的诗词歌副文 你都要掌握一些 到时候也用进来 你看本来我就觉得 逗号跟苏世有什么关系啊 好像千叉乱别 但是作者就能够找到他们中间的这个联系 就是说逗号他的深层含义 寓意的暂停缓冲 留有余地 重新思考我们的人生 它是一种暂时的停顿 对不对 所以通过深层含义的挖掘 通过自己平时积累的一些素材的补充 这样形成一篇文章 那我们看 他的这个提纲 很有来头啊 你看首先开头 告诉我们用第三人称 而且自己还有有悬念 然后提到了一个乌台诗案引起下 那么下面你看 这是略的 然后这告诉我们 这有一个对比的手法 然后呢 下面还有过渡 然后最后怎么样 你会发现他将自己的表现手法 都已经融入到提纲当中了 那你有的同学就是 老师我写的写的写到第四段 我直接就跳到第六段了 就我没想起来对比的事 这是我们构思当中 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而如果你提纲写在这 你就知道 我写完第四段 我应该开始写对比的部分 这是提示你自己的创作啊 相当于这些提纲 就是你创作的一种 路标 每一次沿着这个路标 去走 沿着这个路标去走 作文就不会迷路 你的分数更不会迷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一篇立文 我很期待啊 来 立文二 逗号 风飘飘 短短这一路的素衣风尘 他在屋台中做了一次停顿 一桩诗案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逗号 逗着顿也 苏氏在官场奔波了半生 见惯了潮起潮落 对于心法尚不成熟 他也坚持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观点 他奔走 他呼吁 他奋斗 无奈文人事不能遮天 一桩乌台事案将苏氏从高位打下深渊 无辜被污四大嘴 醉醉该杀又意外被射 最终 人免不了颠沛流离之苦 如此 苏氏在官场上做了一次停顿 轻松了人生 这一逗号 使苏氏终于能嫁一夜偏周 于青秋的黄昏来到古战场 赤壁 残阳如血 沧海如暮 苏子感慨顿身 心中的苦闷在白露弥漫的江面上淡了 是非成败转头空 昔日的赤壁火光硕硕何等壮阔 昔日的周瑜雄之音发何等音舞 昔日的梦德破金下江何等骁勇 然而天地曾不能以一顺 天地曾不能以一顺 天地曾不能以一顺 而物与我皆无敬也 而又有何止的羡慕 是啊 逝者已去 悔又如何挽回 何况苏子不会后悔 他的周随江而动 思绪飞扬 去山间明月之色 听江山清风之歌 他是怀了 于秋宇先生在东坡突围中说 赤壁成全了苏氏 我以为不然 乌台诗案才真正成全了苏氏 因乌台诗案被贬 苏氏才有了游历赤壁的机会 这人生的停顿 让他看清事态 有了豪放的心性 乌台诗案的停留 不能阻碍苏氏人生的全部 这只是一次修整 只为人生的路走得更长 苏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他在黄州新修水利 奖励根支 清廉从政 得到黄州百姓勇士的称颂 他唱起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 他漫步于积水空迷的庭院 闲世安然 他举尊吟唱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的美好祝愿 历境羁绊 却可重生 停留后的他 留下了磁彩斐然的篇章 也成为磁坛的一朵奇葩 剧中的逗号可以使文艺更加易懂 生命中的逗号则使人性更有光泽 稍作停留的人生 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停顿只是为了积蓄力量 物惧 物怕 收拾行囊 使向远方 好 谢谢小静为我们俩读这篇文章 首先读完这篇文章 你第一个感觉就是 作者的语言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这种棒 它是基于非常深厚的文化比喻 对吧 那这里边 他也是按照自己的旗纲 来把逗号这一个意境 慢慢地解析 慢慢地解析 用逗号这一个线索 串起了苏氏的一生 乌台诗案大家了解吗 就他写了一首诗 然后就被误解了 皇帝就给他下罪了 这个乌台呀 其实就是御史台 这御史台呢 外边的这个板树上 经常会停了一些乌鸦 所以这又叫乌台 当时呢 苏氏是反对王岩石的变法 反对心法 于是呢 就在他的诗歌当中流露出不满 当然也有别人就栽赃陷害 就是说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吧 就挑了这些刺儿 于是呢 苏氏就被抓起来 关进乌台了 这叫乌台诗案 那小作者一定是对苏氏非常了解 才对乌台诗案 有如此深刻的印象 那其实你发现 整篇文章开头 是有一点 意义的 就觉得这个苏氏啊 他遭遇了不幸 对不对 人生也走下坡路 心态也走下坡路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有 有是吧 所以 那我们感觉好像是要说这个苏氏 他郁郁不得志啊 什么的 但是作者在后面 并没有延续这种情绪 反而直接在这一段当中 把文题当中的逗号 直接插进来 点题 然后让苏氏整个人生一转 来到古战场 赤壁 开始把他的情绪往上扬了 所以你发现啊 他整个的这个情绪 他是在渐渐往上走的 对吧 那赤壁这个地方 你看他的语言 四字的 残阳如血 沧海如木 对吧 火光朔朔 何等状况 雄姿鹰发 何等鹦鹉 像这些四字短语 如果不是平时 大量的背诵古文的话 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很多同学都说 老师我觉得我这个语言吧 就我写不出人家那么好的句子 其实句子一方面是说 你的创造能力 有些同学就是天生 这创造文字能力很强 有些小作家嘛 从小就会写作 对吧 那语言写的辈儿好 但是如果你不是 天生的作家的话 老师就给你一招 其实就是背诵 因为你的知识构成 也就是你记住多少东西 你脑子里就存有多少东西 然后你写作文的时候 你需要从这个存的东西 往外掉这些信息 掉这些数据 就跟电脑一样 就像你的电脑里面 有一百个word 那你写作文的时候 一搜每句话 那个word当中 有了就出现了 但如果你的电脑当中 没有word 只有桌面 然后你说老师 我为什么搜不出 这些好词好句好段呢 因为你没有储存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平时 背诵好词好句好段 背诵小班心语 背诵小班老师课堂上讲的 这些优秀的段落的时候 你就是在存储 自己的资料库 所以要多背啊 好 那后面 他这个地方 有一个对比 就是余秋雨 对于这个赤壁的评价 和他自己的这个评价 我以为不然 你别看简短的三行 而这里却是用对比的手法 来体现作者最有思想和内涵的地方 就他敢于跟权威 所谓的权威性人物 余秋雨先生 来对类 来阐释自己的观点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这样的写作手法 其实是在考试当中 非常容易得分 所以同学们啊 如果你对某个人物 或者说对某件事 你真的很了解 那有人跟你提过不同的观点 这个人还恰好很有名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位作者的方法 就用一小段几句话 来阐释一下你自己的观点 当然你的观点要是说成理的 要是成立的合理的 这样才可以 好 那么苏氏的这一篇 同学们应该反复的读一读 即使咱们不能做到 像他这样语言 非常的优美 然后引用自如的话 咱们也应该 在作文当中 有意识地加入一些 我们背过的诗词 多读几遍这篇文章 而且我特别欣赏的 就是他最后对于 逗号的这个解析 我觉得他 这个点题和升华主旨 特别地深刻 你看 最终的逗号 可以使文艺更加易懂 这其实是逗号的本身 他的用法 表层含义 生命中的逗号 则使人性更有光辉 这就开始上升到深层含义了 对不对 对 然后稍作停留 依然有很长的路 反而这个作者是说 停留之后 我们有更长的路 把他文章的整个的结构 是开口式的 就让你读完这篇文章 觉得原来意境是这么的宽阔 误去误怕 遇到任何问题 只是人生的一个逗号 逗号不是让我们停止 反而是让我们去世待发 这个点题真的特别棒 能背起来的就背起来 好 简短的这个点评 咱们就不说了 好吧 你看反弹琵琶 就是说跟宇久宇先生反而来 用对比表达自己的观点 好 很好的一篇文章 那我们再看 题杠三 题目 逗号 中心 通过列举生活各方面的势力 来产生一种停顿 反思的概念 嗯 结构 第一段 各种标点列举 第二段 引出逗号 生活中的逗号 势力一 教育中的逗号 刺目案 反思 势力二 体育中的逗号 指中奖牌 反思 势力三 道德中的逗号 社会新闻 小列月 彭宇案等 反思 结尾 逗号的意义 停留 回顾 反思 成长 升华阻止 号召 大家看 它的这个结构 你会发现 有教育中的 道德中的 然后最后都有一个什么词啊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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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完这个题材 你明白 作者想写一个什么文体吗 议论文 它其实是一个议论文 老师今天 咱们是将这个一个逗号的题目 然后分别是从预言的角度 然后散文的角度 苏氏这个是散文的角度 还有第三个是议论文的角度 三个角度 去看他们的提纲 你会发现 其实无论什么文体 咱们提纲的基本结构是不变的 就是咱们讲的那三个 对吧 题目 中心 结构 然后在提纲里面 这个视力一 视力二 视力三 或者镜头一 镜头二 镜头三 这也是不变的 所以提纲是放在各种文体都标准的 但我今天想就是给大家开拓眼界 就是说一个题目 他要写不同的文体都有哪些写法 好吧 来咱们来看一下 这篇立文 立文三 逗号 一群海燕掠过水面 留下优雅的省略号 一行白鹿冲上云霄 留下无谓的破折号 恩之苍蝇扫过长空 留下震撼的感叹号 在众多的符号里 不要忘了最频繁 却用得最多的那个 逗号 一篇文章可以没有惊讶的问号 可以没有含蓄的省略号 可以没有夸张的感叹号 但不能没有逗号 强调了逗号的重要性 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有着大大小小的逗号 让我们在前行的路上 不断的停留 回顾 反思 成长 在现代的教育体制中 我们不得不找一个逗号 现行教育体制下的学生 是否拥有健全的人格 一位母亲 以每月七千元的工资 供每年消费 三十点四万元的儿子留学 可只是因为一点争执 儿子竟然在上海浦东机场 向母亲连刺九刀 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于是人们开始思考 现代教育中的极端现象 部分学生或心理自闭 或考试焦虑 或轻度抑郁 甚或高考失败就跳楼自杀 是谁之过 在现代的体育经济场上 我们也不得不找一个逗号 现在的体育事业 是否还在健康的发展 在国际乒乓球比赛中 中国几乎每一次都会囊括金牌 2011年的北京高考 甚至还以中国是否应该 让出一两枚金牌为话题 展开讨论 但足球兵败汉城 哲己巴西 梦断多伦多 不是黑色星期五 就是黑色星期日 在球迷们的质疑和谩骂声中 国足在夹缝中不停的为难 我们是否该反思一下 现代体育到底该如何避免走极端 从而正常发展呢 在现代的道德风尚方面 我们更需要一个巨大的逗号 从彭宇案到小月月事件 从老大爷跌倒无人浮起而致死 到今天出台的 如何救助老人的手册中 服还是不服 应是情况而定 从郭美美顺富 到多省多地 几月没收到一笔捐款 难道我们就这样无动于衷吗 这是对我们道德缺失的巨大讽刺啊 中国需要逗号 逗号不是象征结束的句号 不是象征疑问的问号 不是象征含蓄的省略号 它实时告诫人们 停留 回顾 反思 成长 寻找更高的起飞点 重新展翅飞翔 书写更长 更精彩的句子 在必要的时候 画个逗号吧 这样才能赢得明天的省略号 治号 亦或是感叹号 好 非常感谢小静 因为我们如此有感情的朗读 这篇文章 来 同学们看 它最出彩的 其实是最后的这部分 中国需要逗号 在列举了种种社会新闻 以及社会现象之后 它提出了一个号召 呼号 中国需要逗号 那其实如果说 把这篇文章的逗号 它换一个词的话 它的深层含义 挖掘的是什么呀 社会现象 它其实就是反思 因为逗号是需要你停下来 那停下来咱们要干嘛呢 反思 它说的第一个事 反思我们的教育 第二个事 反思我们的体育 对吧 第三个事 反思我们的道德 就是说 当人类的车轮 滚滚向前 历史从不停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奔向最终的那个句号 还是说奔向根本我们看不见的什么略号 奔向那个表面上光芯的感叹号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中间停顿一下 反思我们的过去 然后再向前看 这是小作者挖掘的关于逗号 非常非常深刻的含义 所以很多人说老师我想写议论文 但是我一定建议你写议论文第一 结构必须像这位作者一样 这么标准 看他的题杠 一二三四 事例一事例二 第二 就是你在议论文当中的事例 必须是多方面的 比如说有教育的 然后有那个社会新闻 有道德的 然后有体育的 要多个角度来列举你的事实论据 第三 你在写议论文的时候 你的论点必须也得像这位同学这样 点题如此的有力 明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很欣赏他在这个地方做的对比 同学们啊 只有你掌握的知识特别丰富 你才能够对比 说不是象征结束的句号 不是象征疑问的问号 不是象征含蓄的省略号 你看 然后深藤挖掘 逗靠的含义 也就是给我们提示 你在点题的时候 你想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 你可以先说几个不是 他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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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情绪先推上来 用这个对比 然后说他就是这个 那整个你的情绪就是慢慢的 啪到了定点 这种抒情方式 这种点名阻止 生化主旨的方式 非常棒 你看三篇文章 都是逗号 可是却从来都不重样 人生其实也是这样 不断的有逗号 咱们能不断的学习 今天来个逗号吧 就是你从课文当中的这个 选一道题 你来作文 可以写逗号 写哪个都行 然后也可以写同桌的你 也可以写成长的足迹 然后发送到写完课堂的邮箱当中 注意避典的是网销登录邮箱 我要验证你的邮箱 然后给同文批改作文 这里要特别还强调一个 发给我作文之前 自己必须要自解一遍 你解的内容就基础知识 别以为考试当中基础知识 不就扣一两分吗 你注意 当老师发现 你有五个以上 作别字的时候 甚至三个以上 作别字的时候 老师马上会有一个印象分 这个学生 连字都写不明白 作文能写成什么好样啊 所以他马上心理一期就低了 哪怕你达到了一堆文 因为你的错字和并据 也会降一个档 所以这是考察同学们 自己下功夫的时候 家长朋友们 也可以帮助孩子们一起检查 期待同学们的佳作 好 那这几刻咱们上到这 最后欣赏一首歌吧 我们下几刻再见 拜拜 拜拜